大家好,我是健康察室小季 您的健康大小事都是我的事 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谈论有关于这本书 就是90%的医生都误解癌症 而在这一章节里面呢 他要提到,他说我们应该要知道 人是不会因为癌症而死亡的 怎么说呢? 我们以往的印象当中就觉得癌细胞非常恐怖 一旦得到癌症的话 好像他会永无止境的一个长大 所以呢,就要赶快用化疗啊 用放疗或者用手术的方式把它赶尽杀绝 所以这是以往我们对癌症的一个印象 觉得他会像疫情一样不断的一个去变化 可是事实上呢,在这本书里面 因为这位肛本育医师呢 他是一个临床的恶性肿瘤科医师 所以在他实验室里面 他其实观察过非常多的一个癌细胞 那这里面他讲到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他说呢,如果我们把A的这个癌细胞 转移到B身体上面去 那有可能这个癌细胞是不能存活的 因为这个癌细胞其实他是很脆弱 他当然当他到B的一个身体 那如果B他有很强的一个自愈力 跟一个免疫系统 那这个癌细胞是无法存活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这个癌细胞呢 有一个很强的攻击力 或一个很强的繁衍能力 倒不如说是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一个很适合这个癌细胞生长的一个环境 比他本身是非常强的一个状况来说 是更适当的 因为我们刚刚从这个比例当中 他是没有办法在另外一个免疫力 跟一个自愈力很强的一个系统里面去生存的 所以呢,在这边提到说 其实癌细胞他只是进化过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反应 那对我们的身体而言呢 也是举了一个黄牌 在警告我们说 我们的身体的一些习惯应该要改变 那所以按照这个医生呢 他其实他提到 如果要得到癌症 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是有60兆的细胞 但是大家对60兆可能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而这个60兆呢 等于一万个地球的人口的总数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而我们知道呢 当我们全身的细胞 要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病变的时候 他是需要费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 而且要在一个极度恶化的环境 才容易做到这样子 所以呢 癌细胞其实他最怕的就是 自我治愈的一个能力 那在我们得到癌症的一个过程呢 我们应该要从根本去思考跟讨论 因为在这个医生他讲到说 到底为什么得到癌症会死亡呢 我们以为是因为癌细胞的一个关系 可是呢最主要这个医生讲到死亡 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脑没有办法运作 可能是脑溢血 导致我们的脑无法下指令 第二个就是我们某一些细胞大量的去死亡 而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而第三个就是运送 氧气跟营养的这一个部分呢 循环系统它停止作用 所以我们的细胞因为缺营养而缺氧而过去死亡 那整个癌症来讲 因为它不是属于第一种跟第二种 所以呢事实上它是属于第三种类型 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大量的缺乏 跟我们缺乏氧气所造成的一种环境 而导致癌细胞很容易在这种环境当中存活 所以呢人是不会因为单纯因为得到癌症而死亡 通常如果得癌症会死呢 是因为癌细胞它本身它的血管 比我们一般细胞的血管多 而当这些血管一直增生 它可以控制全身的一个养分的时候 那我们其他细胞会因为得不到血液里面的养分 或者是含氧量而导致于死亡跟凋零 所以呢真正如果我们要针对这个癌症的细胞 来做一些处理的话 其实最棒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改变我们身体的环境 所以饮食跟习惯是应该要把它改掉 另外就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跟自愈力 这样非常重要 因为当我们提升的时候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身体做一个很好的改善 所以这个作者呢 他谈到说 第一个我们需要相信自己会痊愈 而且我们应该有食量大用好的食物 那我们的淋巴球就是我们白血球呢 的数量要多 而且经常活动 然后夜里睡得很香 再加上正确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补充 那这样我们身体就会有一个抗癌的环境 而癌细胞就会自然的死亡跟凋零 目标赡三角落